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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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 好,大家好。 那我有一位現有的學生呢? 他有問我關於這個reporting statement 學校正在教我。 就是我們都經常說的reporter speech。 那你看到他在圖中呢? 那這個是他發給我的。 那麼可以,中間看到其實有很多reporting verb 啊,pronounce,啊,這些很基本的東西。 譬如說,I take my daughter to school every day. 所以就要變成mr.pansatthat 然後轉換哪些訊號 he 和his 不如說一下Tense 我看到這裡沒有說過Tense 我們當作重溫一下Tenses 如果我們用Person Tense的時候 我轉換去report to speech 即是轉述別人的句子的時候 我就要轉換做Past 如果原本它是Past的時候 然後我就要變成pp 即是Past Perfect 如果我用Person Perfect 也是轉pp的 然後如果我用Continuous 即是ing的 我就轉為Past Continuous 還有一些很基本的 有三個 will can shall 記不記得這些字嗎 如果我用這些字的時候 我轉換轉述出來的時候 will 我要轉為 好像Past Tense 變成 would can 好 ok 那這些要記得 然後下面它也看到有些例子 譬如 轉換這個 set that 你看到有個男人 他用了一個c 給他 那他要寫set that 那這些我們叫做reporting verb 就是上面這些 ok 然後呢 如果 譬如我們再看到有些 時間性的 那這個也可能是1-1 如果句子裡面有出現過now 那now我們可能轉為 記得是then 或者是at that time 如果我說今天了 我不是用now 那我要轉為that day ok 如果譬如又給個例子了 譬如我說 last week 那可能我就要用 the week before ok 這些要記得了 the week before 然後 譬如我用tomorrow tomorrow的時候 我應該怎麼轉呢 應該就是 the next day 即是另一天 下一天的意思 the next day 然後又或者叫the following day 也可以的 好 那這個呢 我是回同學問我 而解答的 那當然 各位課堂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課堂上問 那我也可以在這裏借幾分鐘時間 可能解答一下 幫其他同學重溫一下也可以的 好 那今天先說到這裏